美花的深夜食堂又开裸了 今天我要来煮红豆汤加地瓜圆 是一个甜点 因为我本身很爱吃红豆汤 但是因为红豆汤很难煮 所以我也就比较少煮 因为红豆可以补血可以利尿 所以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有空也是多吃一些 我常常在说一些在节目中说一些养生的观念 大家或许会想说我到底是有多老了 为什么常常要说一些保健的话 其实我上个月刚活完60岁的生日 所以我现在是61岁 谢谢大家不好意思 那今天我们这个红豆真的是很难煮 我昨天晚上我就开始把它浸泡 用冷水把它浸泡 浸泡完了一个早上以后 我先用瓦斯卤去煮它 大概煮了半个小时 我再把它换进微波 再放进焖烧锅里 让它焖烧了几乎快两个小时 我刚才把它打开 它还是没有全软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它又换在瓦斯爐上 再把它煮一下 让它更软一点 那我就是在订锅里蒸了地瓜 这个地瓜是纸形地瓜 可能因为我刚好是家里有的纸形地瓜 如果放在红豆汤可能看不到 如果放在那个绿豆汤里 可能颜色会比较鲜艳 那不好意思 因为刚好是家里有的东西 我们家庭主户就是很随心 有什么就煮什么 不要再特地去买 那因为你一整条地瓜 你如果说要煮 要煮一点点很麻烦 所以我都是会整条麻烦 放进锅里 放在电锅里煮 然后呢 你内锅不可以换水 你就把干的地瓜换进去 外锅换水就好了 我大概都是换一杯水这样 然后呢 因为地瓜也是有 豐富的那个 上食纤维 所以呢 我就剩下的 我明天就可以来把它当成早餐来使用 这样也是很方便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来把这个 这个是剩下的 我明天就来吃它 那这个呢 我就把它弄碎 地瓜园或是芋头园 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把它蒸熟了 然后把它压碎 那如果热热的时候 就是刚蒸好的时候 就是很好压 把它压碎就好了 那上次我有说过就是 因为地瓜还有水分 所以呢 我们只要加那个地瓜粉就好了 不要加水 因为加水它会太软 然后地瓜粉就是看你自己去拿 你要吃Q一点 你粉就换多一点 你要吃软一点的口感 你粉就换少一点 但是我说过的粉 它也有它的热量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要去拿面 我们就这样把地瓜跟那个 花酥粉这样搅拌 因为我喜欢吃那个 软软的口感 而且呢 嗯 我们有了年纪 我也不想吃太多的粉 因为粉它的热量都是蛮高的 所以呢 我没有换太多的粉 那你红豆在要煮的时候呢 你把它清泡完了 要洗干净 然后要煮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热水去煮它 嗯 这样会比较快 你说用冷水去煮它 反而会比较慢 这也是一个小尝试 告诉大家 然后这个很快就 剁好了 就是只要把那个粉 跟那个地瓜 搓均匀了 没有看到那个粉 这样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那因为红豆应该也是快好了 因为就是那个口感就是 你喜欢吃烂一点 你就煮久一点 那因为刚才我经过煮 又经过蒙燥的过程 现在又在煮它 所以应该是可以了 那我们就是直接 我说的很很随性 就是把它捏一长条 然后就这样换进去就好 那那个煮红豆汤 你一定要煮好才可以加那个汤 要不然糖如果先加进去 它会熟掉 就会越燃煮 所以一定是要等熟了 你才烂 那个红豆烂了 你才可以加糖 糖是最后的程序 你才可以加糖 它刚好就 这个紫心地瓜 刚好就是跟那个 红豆的颜色就是 有一点接近 所以你所有会看不太出来 我说的如果你是用绿豆的话 用红豆 你就可以买那个 黄色的 黄色心的那个地瓜 那绿豆汤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个 紫心地瓜 那刚好因为 我刚好家里就是 有紫心地瓜 我就拿来用 就不要再特别跑出去了 就是做虾式很简单 做菜做饭很简单 只要我们想 家里有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 我让大家看一下 它在锅里滚 红豆是跟紫心地瓜是差不多的颜色 好 奇怪 颜色怎么要 不好意思颜色又被我按到了 我不晓得怎么处理 等一下再来处理 然后呢 那个地瓜很快就熟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关火 然后呢 可以加糖 糖也是你自己去斟酌 因为呢 我不可以吃太甜 包括这个颜色是要怎么调 太淺了 微乎正常性 那个糖就是随你自己去调 你喜欢吃的口味 就是你喜欢吃甜一点呢 你就加多一点糖 你喜欢不要太甜 你就不要加太多糖 那我们这种年纪呢 就是很容易有那个糖尿病 我自己也接近高 那个 接近那个最高的边缘 所以我也是尽量少吃糖 所以我没有换太多的糖 那现在我们来秤 试试看 有些人喜欢把它冰起来凉凉的吃 可是我个人呢 我很喜欢吃热的东西 像热咖啡啊 然后热的绿豆汤啊 热的红豆汤啊 我什么都喜欢吃热的 诶所以我就是在 煮好的时候最喜欢吃糖 你如果你要吃冰的 你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等他凉 像我儿子他就喜欢吃冰的 那我来让大家看看 好 看得到吗 哦 这样 呃 红 红豆汤 还有 紫薪地瓜 红豆汤加紫薪地瓜圆 好 好 谢谢大家 诶 又被我按到了 好奇 为什么我都按到它 好 又恢复了 好 今天梅花的深夜食堂 就介绍这一道 红豆汤 地瓜圆红豆汤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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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